Ralala 哈囉大家好 我是瑋瑜老師 我是許多歌手和演員的歌唱指導 以及聲音指導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平常都怎麼來保養我的喉嚨 事實上 我是沒有在保養我的喉嚨的 好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常怎麼去照顧我自己的發聲結構好了 第一當然就是用正確的發聲方式 然後對我來講 如果我今天上了一整天的課 我可能會用櫻母音跟底昇捲蛇 去幫我的發聲的結構去做舒緩 但如果我今天真的感覺到好像比較累 聲音有一點啞啞的伴 那通常呢可能啞會有幾種狀況 在我來講啦 第一種有可能是 今天我的吃飯比較沒有固定 所以胃酸就會跑上來 造成我的身帶可能會有比較腫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需要喝比較多的水 然後在當天的晚上 我會比較早睡 我想跟大家分享喔 就是熬夜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發聲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喔 所以大家呢 一定要記得就是盡量不要熬夜 像我可能過了12點之後 我的聲音就會慢慢的變牙 即便我沒有發聲喔 因為熬夜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循環其實會變差 而且內分泌的狀況也會改變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記得 不要熬夜 再來還有 如果平常你在長時間發聲 或是唱歌的狀態下 開始感受到喉嚨有一些不舒服了 這個時候請記得 一定要適度的補充水分 然後不要再吃炸的東西 或者是辣的東西 刺激性的東西 去刺激自己的喉嚨 因為呢 當你在過度使用聲音的狀態下 其實你的煙部一直在摩擦 一直在擠壓 所以它的狀況有可能是比較紅重的狀態 那如果你這個時候 再吃一些比較刺激性的東西 它就有可能會有發炎的狀況 那這個時候反而我覺得 或許如果你已經覺得有點紅重 喝一點冰水 或許反而會有一些幫助喔 另外呢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在一整天的上班之後 聲音開始變虛變啞 這個時候不用擔心 有時候不一定真的是聲帶的問題 它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的口煙槍的形狀 因為長時間的使用 所以它疲軟了 所以我們的咽喉形狀改變 或是下垂 導致一個過大的空間產生 所以聲音不容易扎實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這時候會建議大家可以把你的舌頭往外伸 讓我們的整個舌頭往外靠 讓我們的空間可以維持在比較小 而且比較緊實的狀態 也能夠避免掉這樣的狀況喔 那如果是真的好像兩三天了 都還是有沙啞不舒服的狀況 記得一定要看醫生 讓醫生可以為你的聲帶做正確的診斷 那我們也知道怎麼去面對這樣的一個狀況 才不會想說 好像可以再努力說個幾天 有些人身帶長時間就是這樣子產生的 所以記得如果真的不舒服 還是要去看醫生喔 另外呢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就是早上起床的時候 會覺得我們的聲音好像重重的 甚至啞啞的 會有一種 呃...的感覺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狀態 原因是因為當我們睡了一整個晚上之後呢 我們的聲帶其實它會有一點點腫 就好像臉一樣喔 如果你今天就是感覺到臉腫腫 有可能前一天你就是吃太鹹了 你的身體的水分比較多 那聲帶呢也會去飽含水分 所以這個時候建議大家你可以跑跑步 讓自己身體循環比較好一點 或是洗個熱水澡 讓你身體的水分可以快速代謝 這是一個方法 那另外一個呢是我們的軟垃也因為一整晚的休息 它會有下垂的狀態 所以當過度下垂的軟垃 會讓我們的共鳴空間 沒有辦法讓你產生紮實飽滿的音色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可以試試看用聲舌吐氣的方式 做個30下到50下 早上起床的時候喔 做一下 你會感受到應該發生的這個啞的狀況 或是比較虛的狀況 你就可以得到改善囉 我覺得呢 其實身體的保養 關鍵還是在於 健康以及正確的使用 所以呢 用對的練習方法來幫助自己 能夠長時間 而且健康的發生 我覺得才是 根本知道 那睡飽 吃健康 保持快樂的心 我覺得是 每一個歌手 或是長時間說話的人 都需要去保持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 擁有健康的好聲音 我是瑋瑜老師 我們下一集見囉 你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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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棒